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本轮的审议工作 将本着坦诚开放态度参加审议 同各方交流互建共同进步 希望各方都能遵循国别人权审议机制 建设性 非政治化等原则参与审议 针对你提到的问题 我还想强调一点 中方始终按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规则程序 做好参加国别人权审议的相关工作 中方欢迎一巴关系改善取得的积极进展 支持双方继续通过友好协商 增进互信深化合作 我们愿同一巴两国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